无论是长长窗的鞋子还是放置长时间的鞋子都容易产生异味 其实我们不必每次麻烦的去清洗 下面就分享第一招苏打粉去除臭味 我们直接将适量的小苏打撒在鞋子里 因为苏打粉吸水较快 所以能比较快的吸收鞋子内的汗水 这样就能达到除臭的目的了 放置一晚第二天再将它倒掉 就可以完美一整天没有臭味哦 第二招用茶叶来去除鞋臭 准备一张纸巾将茶叶倒在纸巾上 然后将茶叶包裹起来 接着将茶叶包放到鞋子里 同样放置一碗就能去除鞋臭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去除鞋子里的湿气哦 第三招香烟取除鞋臭味 同样准备一张纸巾 然后撕开香烟取出烟丝 将烟丝全部倒在纸巾里 接着将烟丝包裹起来 制作成烟丝包 同样将烟丝包放进鞋子里 烟丝的吸附性非常的强 不仅能去除鞋子里的气味 还可以吸收鞋子内的水分 并且香烟取除鞋臭味 反潮的效果是最强的哦 这几个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 有烦恼的朋友们赶紧试试哦